当一对夫妇平时为小事吵架 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不过如果说要骂到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那么这句说话 就会伤害到对方的了 可能得到的回应会说 那你又跟我结婚 其实两夫妇吵架 大家都会很不舒服 很心痛的 而在《旧约圣经》里面 马拉基书一章一至二节 就由这段经文这样记载了 耶和华直马拉基全级以色列的默示 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 你们却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当上帝说这句说话的时候 心其实是非常痛的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 看到上帝 怎样一步一步地 从简选 呼召以色列人的列祖 带领他们离开 作为奴隶的埃及 怎样在抗野 带领保护他们 又将加南美地赐给他们 甚至在以色列人多次违背上帝的时候 上帝仍然以恩慈相待 毫无保留地爱他们 他们竟然说 自己的民族却是受苦 其实是他们失去了 爱上帝的心 忘记 算算上帝的恩典 以为上帝不爱他们了 马拉基的信息 对今天的人来说 就最适合不过了 对一些生活在物质丰富 生活无忧的国家 人民只是知道 既情享乐 放纵情欲 更加受到无神论的思想影响 而对另外一些 生活在贫穷 或者受压制的国家 人民就会埋怨上帝 对他们不公平 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 新约圣经启示录 二章四至五节 使徒约翰写信给 以忽所教会的使者 女头所讲的 亦都是讲给我们 今天的信息 经文说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从那里聚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落去 所以我们要重拾回 对主的爱 用时间专心祷告 读经与主亲近 默上主恩行主的道 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以永不变的爱爱我们 一直以你的恩典 从事目前的困难 使我们难受 我们仍然会靠你的帮助 去忍耐等待 主啊 我们愿爱你更深 因为你先爱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基督圣命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谈心吐热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